台中市有一场大型的资讯展里面呢 找来了话题十足的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来站台 不过呢因为是资讯展 所以会场里面到处都是有这些电磁波的3C产品 大家就问了林瑞雄说有没有不开心 他说没有 说会场里面的电磁波并无大碍 跟家里面的不一样 资讯展叫来不止辣妹表演 话题人物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也是贵宾 一个礼拜前我们那亲民党对我很紧张 大家都喜欢看我的样 看我的样出走 这个万诸玩的样出走 没想到我hold得住 这很厉害 hold得住 好一句hold得住 临时风格果然不一样 一开口台下观众鼓掌叫好 对于网友给他猛爷爷的封号 他也笑着接受 不过丽林的场合明明是资讯展 难道不怕受到电磁波干扰吗 我感觉这种电磁波对人无碍 跟你家里的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什么样的不一样 频率完全不同 尽管现场出现一名男子 手拿旗帜高喊马英九动算 表达不同立场 但林瑞雄似乎没听见 之后还戴上耳机体验3D视讯 沿途吸引不少民众围观 看来猛爷爷有一番另类的魅力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